我感到了一阵的悲哀 心里大为作痛 我突然觉得很自卑 我的身体被梅灵的身体所沾染 已经配不上晴儿了 我不能用自己肮脏的身体 去玷污晴儿纯洁的初子之身 去亵渎晴儿纯洁的心灵 起码现在不能 起码现在 我的心里接受不了 我将晴儿抱在怀里 覆摸着晴儿美丽的身体 此刻我感觉自己 没有那种性本能的冲动了 体内的浴火在渐渐地平息 理智在我的脑海里沾了上风 我的心里充满了 只有对晴儿的怜惜和疼爱 我用和缓的语气对晴儿说道 晴儿 你好傻 竟说傻话 我的身子很脏啊 我现在不配要你 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洁净自己的灵魂和烧体 我想 还是等到我们结婚那一天 我们在 风哥 我其实并不恨刘烟 我觉得她也不容易 她不是坏人 而且我觉得这人不错 是个好女人 你和她有过 我不嫌你脏 我不觉得你脏 晴儿看着我 要是等到结婚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干净 那你也不要我了 你不觉得我脏 可是我不行啊 我觉得自己很脏啊 我轻轻地吻着晴儿的搏格 不会等那么久的 和美丽纯洁的你在一起 我会很快地被你感化和熏陶 我会慢慢地调整好自己 我想等我的心灵和肉体 都洁净了 等我觉得自己能陪得上你了 等我们结婚那一天 我会真正地拥有你 融入你 让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真正结合在一起 晴儿只知道我和柳月的事情 并不知道我和梅灵的烟杂事 所以才会这样说 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肮脏的全部原因 是来自于梅灵 哦 晴儿眨了眨眼睛 那我听你的 我不懂这个 没经验 你现在呢 已经是老手了 已经很懂了 你可别骗我啊 再骗我 我就真的没活路了 我恋爱地将晴儿的身体 涌进了怀里 晴儿 相信我 我说了只要你不嫌弃我 只要你不赶我走 今生今时 我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你的 我会好好爱你 好好疼你 好好呵护你 好好陪伴着你 直到永久 正因为我要永久和你在一起 我才会要尊重你 才不能随便地对待你的 那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晴儿又问我 征求你父母的意见 还有我父母的意见 当然 主要还是你的意见 只要你愿意 咱们明天就可以结婚 晴儿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嗯 其实呢 我觉得也不好太过早地结婚 咱们现在一穷二白 总得积蓄一点吧 总得做一点事业吧 其实我总归还是听你的 你说怎么好 咱就怎么办呗 我拍拍晴儿的肩膀 嗯 乖 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睡吧 嗯 风哥 晚安 晴儿满足地 唯一在我的怀里 温顺地睡去了 我却毫无睡意 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看着漆黑的暗夜发呆 今晚 我不和晴儿做爱 梅林固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可是我的心里 总是隐隐地觉得 还有一个心理障碍 这东西在我的心底底隐藏着 时不时地跳出来 刺激我敏感的神经 我的身体回归了晴儿 我的灵魂还在游荡 我决心让自己 做到彻底回归 彻底从内心到身体 都对得住晴儿 今晚我终于得知了 柳月的情况 得知了柳月被伤害的情况 一年了 柳月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日子呢 以往自信乐观 坚定执着的她 被这封匿名信 摧毁到了如此境地 成为别人嘲笑和愚弄的笑臂 成为别人鄙视和践踏的对象 我不知道柳月 是怎么熬过这一年的 是忍受了 怎么样的屈辱和亲密 我的心里似刀割一般 心疼得要命 这一切都是我带给她的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这一切 柳月就会过着 另一种生活 我是造成柳月 今天心中的万恶之源 我是罪魁祸首 我罪不容赦 我深深地鄙视自己 唾弃自己 幸亏柳月的身边 还有杨阁 这多少对柳月 也是个宽慰吧 而我用不同的方式 伤害了这两个女人 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 现在我又回到了 秦儿身边 柳月在阳哥的身边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命中的注定 既然命中注定 我要和秦儿在一起 既然命运已经昭示了明天 既然曾经刻骨铭心的爱 已经化为了云烟 那么守住今天吧 守住现在吧 学会用责任和习惯 来呵护秦儿吧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再伤害秦儿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将秦儿抱紧 在秦儿的额头上 轻轻亲了一下 晚安 秦儿 明天即将来临 明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明天 一切都是新的 我带着暖暖的温馨 聊着天天入睡的秦儿 在淡淡的忧伤和愁苦中睡去了 第二天 当我从温暖的被窝中醒过来 身旁已经没有了秦儿的影子 房间里也是没有 却是飘荡着炖排骨的肉香 我竟然不知道秦儿什么时候起床的 什么时候出去买的排骨 又什么时候炖上的 我睡得太死了 我从被窝里坐起来 秦儿 哎 来了 秦儿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接着秦儿推门进来 你醒了 风哥 我刚才到戈壁童身那里去耍了 秦儿笑嘻嘻地走过来 抱住我的脑袋 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口 新年好 秦哥哥 看得出来 秦儿的心情极佳 很是开心 哎 好像的排骨啊 我的胃口大开 就要穿衣下床了 别 你就坐在被窝里吧 被窝里暖和 秦儿拦住我 然后拿了手毛巾递给我 擦擦脸 我再给你拿牙刷 洗漱完以后呢 就坐被窝里吃得了 秦儿 你这样会把我惯坏的 我边用手毛巾擦着脸边说道 一年多没有疼你了 就好好伺候伺候你 弥补一下呗 秦儿随意地说着 等我洗漱完之后 把排骨汤盛好 小心地端到我的面前 秦哥哥 在山里受了一年的苦 得好好地给你调养调养 补补身子了 我坐在被窝里 喝着秦儿亲手做的排骨汤 心里很是温暖 伺候我吃晚饭 秦儿才开始吃饭 接着我起床收拾东西 早上九点整 我和秦儿踏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 中午十分我们先到了秦儿的父母家 南江县的一个镇住地 秦儿的父母见我来了 高兴万分 像接待贵客一样接待我 秦儿的妈妈忙着炒菜做饭 秦儿的爸爸上街去买我最喜欢吃的自然羊肉 我和秦儿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一回家 秦儿就成了娇公主了 一会儿缠着妈妈撒娇要好吃的 一会儿指使老爸干这干那的 老两口乐呆呆的 被女儿指使得跑来跑去 却也心甘情愿 乖女儿啊 爸爸好久不见你了 今儿个呀 爸爸能伺候伺候小宝贝 这心里真是乐呵啊 秦儿爸爸脸上绽放着开心和幸福 姐姐啊 你和小江想吃什么呀 尽管和妈说 妈给你们做啊 秦儿妈妈在厨房忙活着 边说 并不住地擦着了眼角 我知道秦儿父母今天的高兴和辛劳 包括对我的热情 是为了他们的女儿 女儿能幸福快乐 是他们老两口的最大的心愿 为了孩子的幸福 他们可以去做一切 秦儿在家里 被受父母的疼爱 设为掌上明珠 可是在外面 却被我无情地欺负 绝情地抛弃 狠心地伤害 秦儿在家里是个娇娇公主 在我面前 却是勤快吃苦 任劳人员伺候我 帮我干所有的活 秦儿的父母如果知道 秦儿在外面所受的罪和苦 一定疼死了 伤心死了 我看着秦儿父母的幸福状 和秦儿在父母面前的撒娇状 心里无比的愧疚 为我对秦儿的伤害 我在秦儿家吃过饭 我和秦儿爸爸在客厅聊天 秦儿和妈妈在里家里 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 小江啊 今天能见到你和秦卿一起回来 我和他妈妈都很高兴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能回来能和好就好了 秦儿爸爸和气地对我说道 你们都还年轻 今后的路还很长呢 这么一步都得走好了 走错了路不要紧 关键是知道回来 我淋淋点头 叔叔 您说得对 我记住了 轻轻这孩子小 不懂事 在外面呢 还得你多照应 做错了事情 你多担待呢 你们两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 遇到问题要冷静 遇到困难要团结 遇到矛盾要协调 这今后的路 还得靠你们自己走啊 能看到你们在一起 看到你们和和睦睦地在一起 我们老两口也就放心了 也就安心了 叔叔 秦儿没有错 以前都是我的错 您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秦儿的 我们以后会好好在一起的 我带着认错的口气说道 你们 哎呀 还都是孩子吗 没有什么错不错的 关键是要把握好自己的 做人的标准和尺度 还有啊 关于你和秦庆 什么时候成家的事情 我们是女方 听从你们家的意见 当然了 现在是新社会 还是主要以你们俩的意见为主 我们家 当家的是秦儿 秦儿说了算 其次呢 是他妈妈 我呢 就是三把手了 秦儿爸爸笑着说道 我忙有点头 行 叔叔 我一定把您的意思 转告我的爸妈的 一会儿 秦儿妈妈和秦儿 一起走了出来 秦儿妈妈看着我说 小江啊 俺们家情情不懂事 让你们俩闹了 这一年多的别扭 还好啊 你们又走到了一起 这以后啊 轻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给阿姨说 阿姨教育这孩子 今后啊 你们俩可不要再闹矛盾了 好好在一起 毕竟你们这两个孩子 在一起都八个年头了 八年 日本鬼子都打走了 这感情当然是很深的咯 可不能再说分手就分手了 凡事可是要慎重考虑啊 我忙又点头说道 阿姨 我明白了 我会好好带秦儿的 秦儿站在妈妈的身后 捂着嘴巴笑道 小江啊 阿姨和叔叔特别喜欢你这个孩子 打你们上中学时就喜欢 现在你们都有出息了 我和你叔叔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这你们的终身大事 我们不干涉 你和晴晴自己商议着办 当然了 是越早越好 嗯 我答应着 在晴儿家待到了下午四点 我和晴儿去乡下火家 租了一辆三轮车 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外面呼啸的寒风 几乎将我们动透了 好不容易到了我家 当我和晴儿 含金进地推开堂物的门 进去的时候 刚要吃晚饭的爹娘惊呆了 叔 婶子 阿姆回来了 一进门晴晴就打着招呼 俺的娘啊 这不是晴晴闺女吗 晴晴来了呀 娘又惊又喜 忙不爹地说着 放下饭碗 拉住晴儿的手 晴晴啊 婶子可是天天盼着你啊 这盼了一年多 终于把你给盼过来了 娘说着 情不自禁地磨起了眼泪 现在您别哭 俺这不是来了吗 早晚还是来了 看到娘掉眼泪 晴儿便安慰着娘 便自己也是抹起了眼泪 晴晴啊 来 赶紧坐下暖和暖和 宝宝 倒茶给晴晴喝 爹喜嘶嘶地 往往这火盆里夹柴 我照顾晴儿坐下 围着火盆举短 你们先烤火啊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娘说着就出去了 爹也干脆不吃饭了 点了一锅汗袋烟 乐呵呵地看着我们说 宝宝啊 你们到晴晴家去了没有啊 去了 中饭在那里吃的 我回答 说 这是俺给你买的烟 以后呢 你就少抽那老汉烟 伤害身体太厉害 这烟听他们说 抽起来口感很好 你古丁的含量也不高 晴儿说着 从包里掏出了两条石林烟出来 我都不知道这烟是晴儿 什么时候买的 好 呵呵呵 好 晴晴送的烟我就抽 我就是喜欢抽晴晴送的烟 爹乐呵呵的机会离开 咦 这烟可不便宜啊 一包四块钱吧 哼 说 你知道这烟是四块钱一包啊 是啊 去年的时候我就见过这种烟 爹卡乐我一夜 有人买了送给我 我没要 那现在也有人送给书礼物了 书是当村长了吧 晴晴的话 让爹又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书是没那个本事当村长啊 哈哈 清晴 你爸妈身体还好吗 好 很好 爸妈让我给您和婶子带个好 您和婶子的身体 也还好吧 好 好 很好 俺们这一见了你们呀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只要你们俩好好在一起 书和婶子多活二十年 保证没有问题 爹开心地笑着 用此想把目光看着晴儿 晴晴啊 宝宝这孩子野性的 不听使唤 惹你受苦了 俺和你婶子呀 这天天心里那个难受啊 堵得慌 总觉得对不住你 对不住你爸妈 俺自己儿子做的事情啊 还是要负责的呀 以后要是他再欺负你 你就告诉叔 叔给你出气 晴儿笑呵呵地看着爹 叔 没事了 俺和宝宝哥已经和好了 以后宝宝哥不会欺负我了 您就放心吧 爹扭头看着我 将烟带锅子在我的脑袋上敲了两下 宝宝 你给我听着啊 晴晴虽然还没有过门 但是在爹娘的眼睛里 晴晴和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你比晴晴大 你要学会照顾人 保护人 今后要是晴晴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要是你敢再欺负这晴晴 我和你娘 非打死你不可 我老老老实实地点着头 晴儿开心地看着我 一会儿娘又做好了饭 一家人在一起 围着火盆 热热乎乎地 吃了一顿团圆饭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